大家好 今天春天正是沙漠玫瑰的生长开花期 不过就有一些新手养的沙漠玫瑰 到现在的局级没有长新芽 冒不住花苞的迹象 其实方法对了 它就能够快速地抽出花苞 开出花朵的了 那么说一下方法 特别是在南方养护沙漠玫瑰的过程中 这方法用对了 就能够快速地冒出花苞 开出花朵的了 在养护的过程中 把这几点做好了 就能够快速地冒出花苞 开出花朵了 像这种沙漠玫瑰 它是属于一种主导科的一种多有型食物 可以用到一些水溶液 给它做一个浇灌是可以的 我这科我就是使用了这种 出花催花型的多有型水溶营养液的 因为它是一种高浓出的微生物液体有质肥 里面所含氨基酸活性多糖是特别多的 使用方法很简单 可以用到一个尖嘴壶 里面装到400-500毫升的清水 对上5颗摇晃金银 要着花板边缘 10天左右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因为水溶营养液 可以促进花苞的快速生成 叶片的油力度光合作用 更是的快速吸收 给它吸完肥的同时 可以给它做一个传预照就可以了 增加花芽的快速抽出 叶片的油力度光合作用的 打开了花朵上色也是特别的快的 进入春天一定要给它补充光照就可以了 或者是使用一些花朵朵二号进行吹花 也是可以的 反正使用这两种花肥给它吹花 吹花是比较好的 就是花朵朵二号就可以了 花朵朵二号是一种吹花、吹根肥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沙漠玫瑰进入春天了 还没有冒花苞、花朵的话 就是使用这些小技巧、小方法 去养护就可以了 相信一些新手 就能够快速地掌握了 就能够把自家的沙漠玫瑰养开花了 好了 这期就到这里了 希望这个方法对大家有帮助 好了 下期再见